许灿灿的私人照 被人挂在了学校表白墙上 照片底下青衣色的辱骂 许灿灿好恶心 这种照片也敢给别人发 还叫什么许灿灿 干脆叫许烂烂得了 没想到高才生私下这么会玩 可怜的是他男朋友萧和 摊上这么个玩意 现在被老天爷追着戴帽子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一夜之间 许灿灿从专业第一的高才生 变成了不知廉耻的烂人 他发抖抽烟的把手机砸到地上 疯狂的用脚踩 就好像手机坏了 流言也就消失了 可是 流言早就传遍学校了 辅导员怕许灿灿做傻事 连忙来寝室安慰他 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 辅导员的眼眶也有些湿润 辅导员对许灿灿说 老师知道这些照片是被人恶意偷拍的 老师也相信她是个好姑娘 等学校查清楚真相 会给他一个交代的 辅导员越安慰他 许灿灿就越控制不住情绪 他刚刚才稍微明亮的人生 一下子又暗了 他蹲在地上 嚎啕大哭 许灿灿不明白 被偷拍不是他的错 为什么所有人都来碰他 辅导员安慰了许灿灿很久 等他的情绪稍微稳定了 辅导员才敢问他 记不记得是在哪里被拍下的这些照片 许灿灿想都没想 坚定的说在寝室 他抹干眼泪 又重复了一遍 说就是在寝室被人拍的 辅导员张着嘴 想说什么 却欲言又止 他们寝室住了四个人 李小是出了名的老好人 小元是软包子 就是借他们十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做这种事 显然 辅导员心里也有数 他们对视了一眼 心照不宣的想到了梁子齐 因为他有前科 他在他们寝室做了无数缺德事 但他的爸爸是校长 之前 无论梁子齐做过什么 他都能侥幸逃脱 不过这次 就算他爸爸是什么大领导 都没用了 私密门事件对许灿灿造成的影响太大了 如果校方不给他个交代 他就不活了 并不是许灿灿故意往梁子齐的身上泼脏水 在私密门事件之前 许灿灿在寝室已经历过 半夜被蛇爬床 洗发水里被放脱毛膏 毛巾里被藏针 所有听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情 几乎都在他的身上发生过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都是梁子齐 大学开学第一天 梁子齐在寝室说 自己精神衰弱 希望大家能包容他 本来许灿灿挺同情梁子齐的 觉得他年纪轻轻就有病 还挺可怜 能包容就包容 但后来种种事件证明 他根本就不值得许灿灿同情 梁子齐总用他身体不好为借口 欺凌室友 他睡着了 他们不能起 他起来了 他们不能睡 只要梁子齐在寝室 他就会坚持两不原则 不做人 不要脸 仅仅是这样 也就算了 有一段时间 他迷恋上了在寝室养宠物 其实梁子齐养别的 徐灿灿也能忍 可他偏要猎齐 在寝室里养蛇 从小许灿灿就怕蛇 他根本就接受不了 那蛇朝他吐舌头时 他身上的寒毛全部竖起 头皮发麻 他人都要没了 许灿灿和另外两个是有极力反对梁子齐养蛇 可他太不要脸了 一遇到事情 就拿精神衰弱来压他们 梁子齐说他身体不好 可受不了气 他们要是把他气出个好歹 就做好准备养他下半辈子 李小和小圆性子软 吵不过他 只好忍气吞声了 许灿灿偏不忍 再忍下去 他就要变成忍者神龟了 许灿灿白眼飞到天上去了 对着梁子齐就是一顿对 说梁子齐是不是有精神衰弱了不起了 他还有狂躁症 他要是犯病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 梁子齐听完后 脸阴得能低出莫来 看到他这副表情 许灿灿在心底乐开了花 那天过后 许灿灿彻底跟他撕破脸了 只要梁子齐发疯 许灿灿就对他 一次两次三次 梁子齐发现用精神衰弱这招对许灿灿没用时 竟然起了报复心理 晚上 梁子齐趁他睡觉时 往他床上放了一条蛇 蛇从许灿灿的颈部慢慢地绕过来 边爬边吐舌头 他耳边传来一阵阵嘶嘶声 每传来一阵嘶嘶声 就代表蛇又绕了一圈 等许灿灿彻底清醒 发现这条蛇时 蛇已经在他的脖子上绕了好几圈 蛇头正好朝着他这边 许灿灿跟他刚好对视着 人恐惧到极点 连一丝声音都发不出来 许灿灿完全做不出来反应 就在那一直抖 一直抖 梁子齐看到他的这副样子 在旁边哈哈大笑 笑到直不起腰 梁子齐得意地把蛇拿了回去后 还警告他 说以后他再敢惹自己 就弄死他 许灿灿被梁子齐下惨了 哇哇爆哭 边哭边吐 明明他的胃里没什么东西 却吐了个昏天黑地 直到吐出胆汁酸水 当时的许灿灿不知道 梁子齐敢这样肆无忌惮 是因为校长是他爸 第二天 许灿灿还傻乎乎地去跟校方举报他 许灿灿还在美好的想象着 等学校给梁子齐寄完大过 再让他从寝室搬走 叫他永远也祸害不了他们 但许灿灿万万没想到 这竟然是他噩梦的开始 许灿灿举报梁子齐养蛇的那天 校方装模作样地把他带去谈话了 他回到寝室后 火气特别大 一进来就狂摔门 许灿灿有点感冒 当时正在倒水泡感冒药 并没有给他眼神 水知道梁子齐突然冲到许灿灿的面前 抢走他刚泡好的感冒药 往他身上一跤 许灿灿完全傻掉了 他还没有找梁子齐算账 梁子齐反而倒打一耙 他好不要脸啊 都大学生了 他还在背后打小报告 跟他做室友 算自己倒霉 在不认识梁子齐之前 如果碰到这种人 估计许灿灿会被气得当场去世 现在不一样了 跟梁子齐做了半年的室友 他锻炼出了一颗强大的心脏 许灿灿想得十分透彻 只要他没道德 梁子齐就不能道德绑架他 许灿灿根本不带怂的 指着梁子齐鼻子咔咔就是一顿报骂 说他从来没见过梁子齐这么贱的人 如果梁子齐不再寝室养蛇 不故意吓他 他也犯不得着举报梁子齐 梁子齐要是觉得倒霉 就搬出去算了 人一旦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什么脏话都骂得出来 这个脸 许灿灿也不要了 他今天非打死梁子齐不可 许灿灿拿起手边的开水瓶 往梁子齐脚边一摔 噼里啪啦 开水瓶顿时四分五裂 他踩着碎渣走过去 抓着梁子齐的头发就往墙上按 说他以后再敢欺负他们 他的下场就跟这个开水瓶一样 没想到梁子齐这么弱 许灿灿抓他头发时 他竟然在发抖 此时 他浑身上下都是软的 除了那张嘴 梁子齐说他一定会弄死许灿灿 许灿灿想 还敢恐吓他 也不知道谁给梁子齐的勇气 说实话 他们北方的姑娘在打架这方面还没怕过谁 昨晚许灿灿没发挥好 是被蛇吓到了 而不是被梁子齐吓到了 他一边加重力道 一边恐吓回去 说梁子齐完了他都不会玩 梁子齐再敢发疯 他就打死梁子齐 反正梁子齐说自己精神衰弱 许灿灿就说他有狂躁症 梁子齐不要脸 他也不要 许灿灿始终相信 只有魔法能打败魔法 果不其然 那天过后 梁子齐的宠物蛇再也没有出现在寝室了 因为许灿灿勇敢地反击梁子齐 李小和小元特别感激他 非要请他吃饭 李小好奇地问许灿灿 梁子齐把开水泼他身上 他怎么不泼回去 干嘛还要把自己的开水瓶砸坏 许灿灿认为自己不敢泼回去 如果把梁子齐烫出个好歹来 自己没钱给他治病 谁叫自己是个穷学生 其实许灿灿心里很明白 穷学生是不该惹事的 可是别人真的欺负到他头上了 他应该要反击 他不能忍气吞声 只能说许灿灿的反击还是有用的 梁子齐已经好几天没在他面前蹦打了 就在许灿灿以为 以后梁子齐会夹着尾巴做人时 辅导员突然找他谈话了 辅导员说校方认为 许灿灿的思想政治不合格 决定取消他的奖学金 许灿灿难以置信的看着辅导员 说学校为什么不处分恶贯满盈的梁子齐 反而处罚他 这不公平 许灿灿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他实在太崩溃了 让他想不到的是 更加崩溃的还在后头 一向公正严明的辅导员 竟然让他去跟梁子齐认错 辅导员正大光明的告诉许灿灿 说梁子齐的爸爸是校长 自古以来 您兜兜不过关 今天他必须去跟梁子齐道歉 原来真相竟然是这样 实在太恶心了 这就是不是教育的公平性 许灿灿泪眼婆娑的 望着辅导员正前方挂着的字画 厚德在悟 他哭了又笑 笑了又哭 原来这个德等于滥用之权 随意剥夺别人的机会 辅导员盯着许灿灿的眼泪 不悦的皱起眉头 说他别在这哭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受了什么委屈似的 老师让他去道歉那都是为了他好 梁子齐爸爸是校长 他爸爸只是个普通工人 他有什么资格得罪别人 许灿灿看着辅导员谈吉他爸时 脸上带着的厌恶表情 他真是恨透了 他恨透了 辅导员不分黑白 他恨透了 梁子齐仗是欺人 他恨死他们了 他们敢这样就是因为手上有权力 许灿灿又不得不承认 权力真是个好东西 有了他 校长可以凭着私欲 要求辅导员 滥用职权 随意剥夺自己的奖学金 校长的女儿也可以苟杖人士 欺凌了自己一年 难怪人人都在追逐权力 许灿灿觉得他也要更大的权力 他要把这些轻视他的人 欺负过他的人狠狠地踩在脚底下 让他们像狗一样跪着向他求饶 许灿灿要践踏他们的自尊心 他要指着他们的鼻子骂 说一些让他们哭的话 可是 他又该怎么得到权力 在许灿灿不知所措时 他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人的名字 萧和 是由李小曾在寝室说过 学校有个天之骄子 叫萧和 是北京人 家里两代从政 就连校长都要对他里让三分 一个疯狂的念头 开始在许灿灿的脑海里盘旋 他要勾引萧和 为了在学校像正常人一样活下去 为了顺利毕业 他必须去勾引萧和 萧和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李小和小源的口中 每当他们讨论萧和时 总会遭受到梁子齐的白眼 梁子齐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讽刺着所有人 说他以为他们寝室就许灿灿一个疯子 没想到他俩也疯 还敢一吟萧和 他们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梁子齐还说他爸爸已经在帮他跟萧和搭线了 用不了几天 他们就在一起了 说这话时 他的高傲已经尽数体现了 李小和小源被他对得脸红一阵 白衣阵 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在了许灿灿的身上 看到他们的举动后 梁子齐笑得捂起了肚子 他问他们是不是还指望许灿灿出头 随后梁子齐说要给他们讲个笑话 李小和小源不敢不服从 老老实实地坐在了椅子上 梁子齐夸张地提高声线 说前段时间 学校取消了许灿灿的奖学金 许灿灿竟然在办公室哭得死去活来 跟死了爹似的 他又补充说奖学金才五千块钱 这只不过是他一个月的零花钱 许灿灿是不是穷疯了 许灿灿躺在床上 眼泪啪哒啪哒地往下掉 他就是穷疯了 他爸妈无权无事 他用的每一分钱都是他们的血汗钱 许灿灿不想让他们那么辛苦 所以他格外地努力学习 他只是想帮他们减轻压力 许灿灿有什么错 这竟然也成了梁子齐嘲讽她的理由 不过 换做平常 梁子齐嘲讽她 根本就不需要理由 见李小和小元没搭话 梁子齐直接掀开许灿灿的被子 她看到许灿灿满眼的泪水后 得意地笑着 说她又哭得这么惨 是不是她爹真死了 许灿灿死命地攥着拳头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以后 她一定要让梁子齐爹真的死定了 让梁子齐全家都完蛋 这些伤害 她一定会通通还回去 又一个被梁子齐欺凌的夜晚 让许灿灿更加坚定了勾引萧和这个念头 勾引萧和之前 许灿灿在网上找遍了跟她相关的资料 难怪别人会说她是天之骄子 萧和正读大三 她不仅是计算机系的高材生 而且长相出色 气质清冷 就算把她放到娱乐圈 她也属于亮眼的存在 像萧和这种男人 肯定有一大堆人追 许灿灿沮丧地按着太阳穴 自己又该怎么接近她 许灿灿紧抿着唇 继续翻着萧和的动态 五百多条动态里 有三条动态地址显示在某商圈的一家猫咖 这看似不起眼 许灿灿却觉得她的机会来了 在猫咖蹲守萧和的第三周 许灿灿果然见到萧和了 她穿着简单的白衬衫 肩阔腰窄 从远处走来 不缓不及的 浑身都透着一种别致的斯文 凭着这张脸 她在哪都是焦点 许灿灿心脏砰砰直跳 除了高考 她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 她躲在不起眼的角落 悄悄打开手机的前置摄像头 对着自己的脸照了好久 她化了眉毛 化了精致的眼线 涂了最温柔的口红 许灿灿身上的连衣裙是新买的 店员说这像是为她量身定做的 她穿的高跟鞋 也是她所有鞋子里最贵的一双 许灿灿想 她值得拥有一个男人的芳心 但是 萧和并没有给许灿灿这个机会 她单独进了一个房间 许灿灿连剑都见不到她 等她等得交集过头 许灿灿只好独自在那逗着猫 忽然 有一只粘人的猫咪主动过来蹭她 许灿灿蹲下去帮猫咪挠了挠下巴 几分钟后 她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鞋尖 这是巴黎世家的限量款 梁子齐在朋友圈说 她最想要这双鞋子 可惜停产了 她买不到 直觉告诉许灿灿 这双鞋的主人是萧和 她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缓缓抬起头 跟萧和目光撞上的那一刻 她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也不知是刺激还是恐惧 许灿灿故意把萧和当成猫友 借此拉近距离 说猫咪好乖 问她要不要来摸摸 许灿灿甜甜地邀请萧和 萧和散漫地笑了笑 并被拒绝 等她蹲下撸猫时 小猫咪却非常不配合地躲在了许灿灿的身后 许灿灿眨着眼睛 无辜地发出疑问 猫咪是不是更喜欢她 萧和意味深长地看着许灿灿 没有说一个字 总之 有了小猫咪的助攻 许灿灿接近萧和的第一步 格外顺利 那天过后 她总会有意无意地跟萧和在各种地方偶遇 萧和很难不记住许灿灿 但她总是恰到好处地跟许灿灿保持距离 冷漠又生疏 许灿灿想 萧和会不会不喜欢傻白甜 这可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她不甘心 决定再试探一下 他们第六次在猫咖相遇时 许灿灿手里拿着一杯冰咖啡 说了句好冰 萧和问需不需要她帮忙 许灿灿软着声音 惊讶开口 问她是不是不怕冰 一抬手正好碰到了萧和的锁骨 许灿灿抿着唇 把冻僵的手指按在那里 歪着头问她觉不觉得自己的手真的很冰 萧和微不可查地仰起了嘴角 她直直地盯着许灿灿 许灿灿的双脸一阵阵发烫 对视久了 她连呼吸都不顺畅了 而萧和却始终一言不发 萧和要回学校时 许灿灿故意站在门口 装作打不到车 最后 她如愿以偿地坐上了萧和的奔驰后座 可惜 回学校的这一路 萧和始终对许灿灿不冷不热 下车后 许灿灿便在脑海中不断地覆盘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她快走到寝室门口时 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串高跟鞋的哒哒声 还没等她回头 一只手猛地从侧面伸过来 紧拽住她的手腕 许灿灿抬眼腻过去 发现是梁子齐 不知道她想干嘛 许灿灿强忍着恶心 任由梁子齐带着她走了一段路 忽然 一个巴掌冷不丁地落到她的脸上 梁子齐大骂许灿灿见 问她是不是在勾引萧和 她为什么从萧和的车子上下来 就梁子齐这恶毒的模样 路过的狗看到都想咬她一口 徐灿灿摸着火辣辣的右脸 迅速扫了一圈周围 很好 这里没有摄像头 觉得再不给梁子齐点颜色瞧瞧 她就打自己打习惯了 徐灿灿气势汹汹地举起手 梁子齐以为她要打回去 偏着头要躲 徐灿灿却抓住梁子齐的另一只手腕 把她狠狠地撞到墙上 她叫了一声 痴痛地扶着肩膀 徐灿灿的手指快速地插进梁子齐的头发 趁她没反应过来 狠狠地一拽 梁子齐往后直扬 徐灿灿迅速躲开 她直接摔在了地上 梁子齐不顾形象地尖叫着 说徐灿灿又打她 徐灿灿想 谁叫他人菜饮又大 打又打不过自己 还总来叫嚣 就是欠揍 徐灿灿插着手 不要脸地晃着脑袋 说她有没有证据 自己还要说她血口喷人 梁子齐齐的牙都要咬碎了 叫徐灿灿等着 说她彻底完了 梁子齐把所有恶毒的话骂完后 习惯性补上一句 说她一定要让徐灿灿 毕不了夜 等梁子齐走远 徐灿灿发呆地揉着手 安慰自己 反正已经得罪她很多了 也不差这一次 只要自己搞定萧和 她就拿自己没办法了 到时 徐灿灿一定让梁子齐 跪着求她拿毕业证 就在徐灿灿准备回寝室时 她突然留意到了一道热烈的注视 抬眼望过去 是萧和 不知道她是何时过来的 徐灿灿瞬间就挺直了背脊 缓缓地吐出浊气后 她带着最温柔的笑意朝萧和走近 萧和挑着眉 也不说话 就这样似笑非笑地注视她 徐灿灿吞咽着口水 小心试探 问萧和怎么会过来这里 萧和把她带到一个隐蔽的角落 点燃了一支烟 深吸一口 揽住她 把醉里的烟尽数喷到她脸上 徐灿灿被呛得不敢动 萧和又吸了一口烟 反复吐在她脸上 看着她茫然的样子 萧和笑了笑 说她的咖啡忘拿了 徐灿灿心脏莫名地跳得厉害 头皮都在发麻 脑子嗡成一片 全身迅速地涌起一层鸡皮疙瘩 觉得完了 萧和肯定看到了 徐灿灿下意识地扯住她的衬衫 小声辩解 说不是她想的那样 是梁子齐 萧和的中指挡在了徐灿灿的嘴唇上 以字句的吐西瓜蹭着她的耳廓 说这样的她 更招人 看着萧和眼神里克制的兴奋 徐灿灿才反应过来 原来萧和不喜欢傻白甜 她竟然喜欢不受控的危险 萧和发现徐灿灿长了獠牙之后 不仅不退缩 还主动约她见面 这是徐灿灿始料未及的 不过 这正合她意 她开始频繁跟萧和约会 晚上 萧和把徐灿灿送到寝室楼下 目送她进去 徐灿灿走到一半 突然折返 把萧和拽到了一个昏暗的角落 萧和漫不经心的问她怎么了 徐灿灿直勾勾的看着萧和的眼睛 压低声音说抱一下 再走 萧和散漫一笑 辽伯人的意味格外明显 她抓住徐灿灿的胳膊 往前一拽 温热的手掌按在她的背上 徐灿灿不受控的哼出了声 就在这时 萧和突然吻了过来 她的大脑一片空白 傻乎乎的瞪圆了眼睛 竟有些不知所措 萧和一手撑在墙上 另一只手按住徐灿灿的腰 笑得十分轻挑 说抱壳满足不了她 徐灿灿认为这进展是不是太快了 一时之间 她不免有些恍惚 会不会萧和是在变相的承认 他们之间的关系 徐灿灿的心脏怦怦直跳 还没等她窃喜完 一瓢冷水就往她的身上泼了下来 浇得她浑身冰凉 梁子齐在朋友圈 发了一张她和萧和的自拍照片 配文是 给大家介绍一下 萧和 还有一个爱心表情 摩棱梁可的文案 惹得评论区一片八卦 原来萧和的女朋友是她 梁子齐没有解释 后来 评论区画风全部变成 天造地设 狼才女貌 梁子齐跟萧和在一起了 徐灿灿大受震撼 她气得差点就把手机丢出去了 她用尽手段 好不容易接近了萧和 却被梁子齐杰足先登了 许灿灿心中的怒火 正在一阵阵地燃烧 她极度到发狂 梁子齐看到许灿灿的表情后 特别得意地走到她面前 像羞辱狗一样羞辱她 说她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的 她这个刁民永远都只配被自己踩在脚底下 她就别妄想飞上枝头了 许灿灿彻底怒了 对梁子齐说她张口闭口就是刁民 刁的应该是她 梁子齐不停地刺激许灿灿 说她那工人爸爸要是知道 自己女儿努力奋斗那么多年 去改变命运 终于考上了大学 但就是拿不到毕业证 她的未来依旧一片灰暗 她爸会不会崩溃 许灿灿深吸了一口气 声音有些颤抖 叫梁子齐不要用这个威胁她 许灿灿好恨 她说不下去了 涉及家人 她就说不下去了 她把自己捂在被窝里 眼泪纷纷而落 许灿灿认为 凭什么这个坏女人 就可以随便毁掉自己的努力 凭什么她想要什么都这样简单 是不是就因为她有个好爹 许灿灿不甘心 就在她最难挨时 她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丝清明 梁子齐喜欢萧和 她喜欢在朋友圈炫耀 校长把萧和当成成龙快许 既然他们都这么看重萧和 那许灿灿就把萧和抢过来 她当然知道这样不道德 但她还是要抢 她就是要恶心死他们所有人 她要让他们后悔 从一开始 他们就不该惹她 梁子齐在寝室炫耀 说她今晚不回来了 约了萧和 许灿灿不动声色的笑了笑 就在他们约会前夕 她故意上了萧和的车 萧和看到许灿灿后 明显一愣 她的眼神不像以往热烈 甚至有些不耐 许灿灿心里一跳 就算惶恐 也要关好车门 她偏头看向萧和 说她在梁子齐的朋友圈 看到他们的合照了 问萧和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 萧和突然笑了一声 声音带着清潮 问许灿灿 是不是特意过来质问她 许灿灿支起下巴 娇娇笑着 说为什么要质问她 萧和眯着眼睛 饶有兴趣的探究许灿灿 许灿灿歪着头 把玩自己的手指 小声说这样应该更有趣 萧和的瞳孔皱缩 完全愣住了 她的眉头皱成了一座小山 不可置信的看着许灿灿 许灿灿说他们是同类 她不怀好意的停顿了 就这样满眼亮晶晶的看着萧和 萧和咬着牙 勃梗用力的几乎扶起青筋 她怎么都想不到 许灿灿比她还疯 看着萧和这副样子 许灿灿心里就莫名痛快了起来 她知道 她成功了一半 萧和本就是游戏人间的富二代 之前 许灿灿竟然还对她抱有期望 以为她对自己会不一样 甚至可笑的以为自己能拿捏住她 结果梁子齐一时手段 萧和就放弃自己了 许灿灿这才明白 对待见人的方式就是要比他们更下贱 萧和是没有底线的人 许灿灿只要比她更没有底线 才能吸引住她 萧和的眉头渐渐松动 直觉告诉许灿灿 她快成功了 谁知 萧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暧昧的气息戛然而止 她松松领带 面无表情地跟许灿灿拉开距离 许灿灿原本松了那口气又提了上来 萧和按了接听键 变化那头 传来了梁子齐甜嗣嗣的声音 说外面下雨了 她到车库等萧和 萧和清先眼皮 把目光落在了许灿灿身上 却问着梁子齐现在在哪 梁子齐说她已经到车库了 问萧和今天开哪辆车 许灿灿不会再让梁子齐毁了她的计划 高跟鞋的搭搭声在寂静的车库 分外清晰 那声音离她们越来越近 就在此时 许灿灿身子往前一探 猝不及防地吻了萧和 萧和倒吸了一口气 浑身僵硬 变化那头 梁子齐还在甜蜜地追问萧和在哪 萧和死死地按住许灿灿的腰 默不作声 梁子齐发现电话被挂断后 开始检索萧和的车 她已经走到了隔壁的卡燕娜 距离她们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 许灿灿眉头一条 松开了萧和 她凭借着最后一丝残余的人性 准备去后座隐藏时 萧和却一把拽住许灿灿 把她按在了怀里 萧和红着眼 危险的景观她乖乖坐好 许灿灿呼吸一致 梁子齐已经走到了她们的车前 她心脏咚咚地跳个不停 梁子齐一边拨打着电话 一边把脸贴到车窗上 试图看清萧和在不在里面 她看不到许灿灿 许灿灿却在直视她 许灿灿的神经末梢被放大了无数倍 身上就像被电流击过似的 一阵阵发麻 她觉得她们都是疯子 萧和低沉的嗓音 在许灿灿的耳边悠悠响起 说她让自己开心 她想要的自己才会给她 许灿灿的喉咙完全粘在了一起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萧和恶劣地笑了一下 但很快抿住了唇 看许灿灿哭道上气不接下气 萧和恶劣地抬起她的下巴 让她转过去看梁子奇 许灿灿想 她不能让梁子奇抓到她的把柄 萧和从鼻尖一出哼笑 说别怕 她们是同类 她强制地抱住许灿灿转向车窗 这一刹那 许灿灿全身的血液 都冲到了头顶 她被吓得腿抖 脸麻浑身僵硬 而地下车裤 此时满是漆黑 没有一个人影 原来梁子起早就走了 徐灿灿真的被吓惨了 极度的紧张感消失后 她趴在车上嚎啕大哭 几近昏厥 萧和绝对是个恶魔 她太可怕了 实在太可怕了 看到徐灿灿这副样子 萧和漫不经心地勾起唇 反问她怎么把人想得这么不堪 徐灿灿恶狠狠地瞪着萧和 恨不得把她脸上钉个洞出来 徐灿灿认为萧和要逼封她 那她就封给萧和看 她往前一扑 狠狠地咬在萧和的肩膀上 想咬死她 萧和倒抽了一口气 突出的喉结上下滑动着 说徐灿灿要谋杀亲夫 徐灿灿松开了嘴 皱着眉头看向萧和 她轻吃一声 说开个玩笑 还真是一点都不好笑 紧接着萧和又说她没有女朋友 梁校长确实想撮合她和梁子齐 但她认为梁子齐没有徐灿灿好玩 徐灿灿当然读懂了萧和眼里的未尽之意 既然都是疯子 那就陪她好好的玩一玩 萧和闭上眼睛 不再看许灿灿 起伏的胸膛 和上下快速滚动的喉结 很快就泄露了她的情绪 看到萧和情难自已的样子 许灿灿偏要和她拉开距离 萧和眉头一皱 似乎很不满许灿灿的动作 许灿灿冷笑一声 猝不及防地打开车门 萧和忽然睁眼 她挑衅地勾起嘴角 然后扬长而去 萧和不但不生气 还对许灿灿上眼了 每天都要见她 一边骂她是妖精 一边又恨不得把她捆在自己身边 这就是男人 嘴上一套心里一套 他们在一起时 萧和承诺说 保证让许灿灿顺利毕业 拿到了萧和这张底牌 许灿灿灿再也不用忌惮梁子齐了 她觉得挺好的 但是室友小元觉得不好 她问许灿灿 还记不记得自己以前是专业第一 还记不记得自己的梦想 小元觉得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许灿灿偏要以卵机时 去抵抗梁子齐 她发现自己拿梁子齐毫无办法 就选择潘高知 小元认为许灿灿这样是不对的 劝她能忍就忍 小元说得很委婉 但许灿灿能听出来 她是想说自己自甘堕落 许灿灿认为不是自己自甘堕落 是他们浑浑噩噩 麻木不仁 梁子齐针对的不只是许灿灿自己 他们三个都是被她欺凌的对象 而梁子齐欺负他们时 只有许灿灿站出来反抗她 所以她把全部矛头指向许灿灿 现在室友还劝她忍让 许灿灿觉得他们是在助纣为虐 他们的行为比梁子齐的作恶 更让她绝望 室友李小旁边沉吟了一会 向许灿灿解释 他们就是不希望她因为梁子齐 把自己也搭进去 所以才会劝她算了 他们是为她好 听到算了这个字眼 许灿灿就来气 她按着突突跳起的太阳穴 反问他们 她可以反击了 他们跑过来劝她大度 梁子齐作恶时 怎么没人劝劝她 许灿灿说如果他们真的为她好 就应该一起站出来 反对校园暴力 而不是跑过来劝她 谁都没资格劝她大度 床上被放蛇的是她 被取消奖学金的也是她 把药物倒进她的护肤品 被害过敏的还是她 许灿灿想 这一件件 一桩桩 都是梁子齐的手笔笔 她的恶行 庆祝难输 不让她付出代价 自己就不幸许 就在他们三个各自沉默时 梁子齐回寝室了 她一回来就在许灿灿面前叫嚣 问许灿灿给辅导员灌了什么迷魂汤 辅导员为什么选她跟萧和 一起参加信息联赛 许灿灿用脚趾头想也能知道 这是萧和的手笔 否则 这个机会怎么会落到她身上 梁子齐劝许灿灿十项点 赶紧把机会让出来 站在萧和身边的只能是她 梁子齐尖锐的嗓音快要刺穿许灿灿的耳膜了 许灿灿一点也不生气 反而见兮兮的对着她笑 说她这倒数的成绩去参赛 去了就是给学校丢人 估计她爹也嫌她丢人 不然 她爹怎么没暗箱操作让她去 梁子齐听完脸都绿了 她刚准备扑上来打许灿灿时 室友又忍不住出来阻止梁子齐 说她再继续打灿灿 小心她跟她爸爸都要付出代价 室友告诉梁子齐 灿灿现在是萧和的女朋友 梁子齐突然爆笑 仿佛下一秒 她就要笑断气了 她很无理的指着小元 说她少在这信口开河了 萧和可是天之骄子 她才不会看上许灿灿这种穷学生 梁子齐丝毫不信 依旧在那一口一个穷学生的羞辱许灿灿 故意践踏她的自尊心 一向懦弱的是由李小 此时也参与了 她打开了萧和的社交主页 摆到梁子齐面前 主页的最心动是一张背影合照 女主角身上的衣服 跟许灿灿今天穿的完全一样 梁子齐看到后 脸全黑了 她完全傻在那了 看到梁子齐这副便秘的表情 许灿灿就忍不住的捂着肚子哈哈大笑 说她就是跟萧和在一起了 许灿灿生怕气不死梁子齐 她就是要阴阳怪气 说萧和几次拒绝梁子齐时 她都在旁边 梁子齐被许灿灿气得头顶冒烟 嘴里的脏话一查接着一查 说她这个贱人 她爸爸只是个普通工人 他们全家都是刁民 她怎么配得上萧和 在梁子齐眼里 他们这群普通人 像是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一样 她毫不掩饰对他们的厌恶 这个蠢货 似乎一时不道 社会就是由普通人作为基石 搭建而成的金字塔 没有他们这些普通家庭的支撑 金字塔早就倒了 可梁子齐竟然因为这个 来嘲讽羞辱许灿灿 许灿灿说她家清清白白 干干净净 她爱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 关梁子齐什么事 梁子齐恼羞成怒过后 跟疯了似的 居然笑了起来 说她爸一句话 就可以取消许灿灿的奖学金 注学金 梁子齐在许灿灿床上放过蛇 在她洗发水里放过脱毛膏 在她鞋子里放过针 还把木棍折断 用满是木刺的那头用力扎她 直到扎到她浑身是血 这些都是梁子齐做的 她认为可是不管她做了什么 她都能安然无恙 因为她爸有权有势 许灿灿这个刁民拿他们没办法 以后她会顺利毕业 她还会出国镀金 她的未来依旧一片光明 而许灿灿将永远活在黑暗中 梁子齐对许灿灿说别以为萧和看上她 她就能改变命运 梁子齐高傲的摆弄自己精致的指甲 继续说萧和不过试图意识新鲜 毕竟在认识许灿灿之前 萧和还没见过像她这么穷的人 梁子齐回忆一次 许灿灿就哆嗦一下 等梁子齐说完 她整个后背已经全是冷汗了 梁子齐见到许灿灿痛苦的表情后 她像个胜利者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她神清气爽的坐在化妆镜前 化上美美的妆 出门前 梁子齐还在挑衅许灿灿 说自己要去找她的倒计时男友了 许灿灿微不可查地勾起了嘴角 看梁子齐还能笑到何时 她相信 正义终将来临 梁子齐走后 是由李小和小元拉了一个三人群 一点进去 许灿灿就看到他们发给她的音频 其实 她也录了 不过 她由衷开心 他们终于明白 一味的忍耐是没有用的 有些是反抗才是正义 梁子齐去找萧和时 碰了一鼻子灰 晚上 她回到寝室时 那圣人的眼神落到许灿灿身上 活生生给她激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不过梁子齐这次竟然没有对她动手 还真是让人意外 让许灿灿想不到的是 更意外的还在后头 几天后 梁子齐突然在寝室通知许灿灿 说以后他们好好做室友 她不喜欢萧和了 她有男朋友了 不知道梁子齐这又是闹哪一出 寝室一片死寂 他们全都傻眼了 许灿灿怎么都想不明白 梁子齐怎么突然就放弃 从自己手里抢走萧和了 她真的太反常了 梁子齐就跟吃错药似的 后来的这段时间 她越来越反常 她竟然不在寝室里做妖了 室友小元和李小孩在那唏嘘 早知道谈恋爱能让梁子齐有这么大的改变 他们早就在帮她找个男朋友了 这样也不用遭那么多罪 不知道为什么 许灿灿心里腾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跟萧和去北京参加信息联赛时 她还在想着这事 她把疑问抛给了萧和 梁子齐到底为什么会跟陈凯阳在一起 陈凯阳是他们学校出了名的混混 梁子齐绝对不可能看上那种人 她到底想干嘛 许灿灿脑子一片混乱 没有丝毫头绪 可她知道 事出反常必有妖 她心烦得要命 萧和却觉得她是自寻烦恼 也是 拎来降挡水来涂眼 徐灿灿没必要时时刻刻担心这件事 在北京参加比赛的这几天 是她跟萧和在一起的三个月以来 最甜蜜的时刻 他们在阳光下牵手 在角落里耳边撕磨 在黑夜中浅犬难分 他们认认真真的谈一场恋爱 只是许灿灿没想到 这竟然是他们的恋爱倒计时 萧和是北京人 在北京比完赛后 正好回家看看父母 萧和叫许灿灿跟她一起回去 许灿灿拒绝了 她十分清醒 她只想着顺利毕业 拒绝萧和的邀请后 许灿灿便跟着其他同学一起回了学校 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天 他们是发生疫情了 学校要求他们在寝室上网课 许灿灿想 在寝室上课就要跟梁子琪朝夕相处了 感觉真倒霉 结果是她想多了 梁子琪正处在恋爱甜蜜期 她经常从寝室偷跑出去 一个星期也难得见她几次 梁子琪不在寝室时 总要求是由小元帮她上课打卡 那天 是由小元像往常一样打开了梁子琪的电脑 小元突然大叫一声 脸色苍白 全身发抖 像是受到什么惊吓似的 许灿灿好奇地坐过去 一看 梁子琪微信并没有从电脑上退出 小元无意点开了消息弹窗 梁子琪的男朋友刚好发来消息 说把这几张照片发出去 许灿灿就别想在学校混了 叫梁子琪就等着看好戏 许灿灿网上翻着照片 这些竟然都是她的私密照 更可怕的是 这些照片都是在寝室被偷拍的 她却毫不知情 许灿灿心脏砰砰砰的 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她一次体会到何为暴怒 血液上头 她连站都站不稳 小元慌张地问许灿灿 现在怎么办 许灿灿攥攥着她的手心 脑子却比任何时刻都要清醒 说先拍下来 聊天记录越往上翻 许灿灿的手脚就越冰凉凉 梁子齐说她往许灿灿的杯子里放点好东西 待会她想办法把许灿灿带出来 让男朋友的兄弟们好好享用许灿灿 原来梁子齐找小别三当男朋友 就是想用龌龊的手段害许灿灿 幸亏许灿灿对她的防备很深 从来不跟她单独出去 梁子齐叫男朋友放心说许灿灿不敢闹 就算许灿灿闹 也不会闹出什么名堂 她爸是校长 她爸会护着她 许灿灿跟萧和在谈恋爱 又能怎么样 等她的私密照曝光了 萧和才不会要她 是许灿灿逼顾了梁子齐的罪恶和黑暗 她实在太脏了 把所有证据拍完后 小元气疯了 说他们现在就去报警 是由李小拦住了她 说梁子齐爸爸是校长 在警局肯定也有关系 他们三个无权无视 肯定斗不过那些人 的确是这样 许灿灿按着眉心 痛苦地点头 如果他们能报警 这些证据怕是都被销毁了 小元问许灿灿 他们该怎么办 许灿灿缓缓地抬头 一字一句 说闹大 连梁校长一起扳倒 小元小声地说了一句 可以让萧和出手 萧和的家庭特殊 她在学校向来低调 许灿灿不敢保证 她会为了自己去得罪梁校长 但是如果能借助到萧和的势力 一定能让梁校长和梁子齐 双双付出代价 想到这 徐灿灿决定放手一搏 梁子齐拍到图片后 果然按耐不住了 晚上 室友小元告诉徐灿灿 梁子齐给学校表白墙投稿了 图文并茂 说徐灿灿不干净 强强 图片上面的人叫徐灿灿 是他们学校的 她专门拍这些照片 卖给男的 太给他们女生丢脸了 请强强务必曝光她 让所有人看看她的真面目 就算许灿灿提前知道 梁子齐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自己 但是她亲眼看到一些不堪的信息时 她的头皮还是一阵发麻 梁子齐怎么能用这么肮脏的手段 来对付室友 万幸的是 她的奸计并不能得逞 无论如何 梁子齐也想不到 学校表白墙的运营是事由李小 徐灿灿把梁子齐投稿的私密照 用技术做了处理 让李小发在了表白墙上 徐灿灿就是要把这件事闹大 闹的人尽皆知 闹得不能收场 怕不能引起雪崩 她跟小元和李小还注册了多个小号 准备去做雪花 结果 她们才晚来一分钟 评论区已经是一片狼藉 如梁子齐所愿 徐灿灿被骂惨了 私密照这件事发生后 徐灿灿情绪特别崩溃 开始在寝室发疯 到处砸东西 砸的都是梁子齐的 梁子齐一回寝室 徐灿灿就开始鬼哭狼嚎 她开始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就算睡着了 也会在噩梦中哭醒 梁子齐忍无可忍地从寝室搬走了 搬走之前 她劝徐灿灿 说她这个状态实在不适合上学 提议她先退学回家调养 这番话可真叫人感动 徐灿灿认为就算退学 也是梁子齐退 发生这么大的事 不报警是不可能的 徐灿灿报警后 警方始终没有给她个交代 几天后 她却等来了学校的通知 校方说 私密照这件事是陈凯阳 梁子齐的男友做的 她已经全部交代了 得到这个结果 徐灿灿毫不意外 小元和李小都在后怕 幸亏当时发现这件事实 没有直接报警 要不然他们就完了 徐灿灿笑了笑 不予置否 这场戏既然已经开场了 她就要好好的演下去 徐灿灿哭着恳求学校调查梁子齐 说单凭陈凯阳怎么能拍到她的照片 这个结果她不接受 如果校方不调查梁子齐 她就不活了 很快 学校给了徐灿灿一个结论 说梁子齐清清白白 好一个清清白白 为什么加害者清清白白 受害者反而要承担一切 凭什么 徐灿灿在朋友圈发了签字长文 字字气血 她要让所有人知道 她被逼到绝境了 发完长文后 她走投无路的站在了18楼 那天 萧和刚好从北京回来 徐灿灿当然不会做傻事 她选择今天爆发 就是知道萧和要回来 其实她有两个选择 一是把她掌握的所有证据 公布到网上 用舆论制裁梁氏妇女 二是利用萧和的势力 重新调查梁氏妇女 徐灿灿选择了后者 以权制权 才可以置他们于死地 徐灿灿要让梁氏妇女永远都翻不了身 为了让萧和帮她 徐灿灿只好在18楼演了这场戏 她不直接告诉萧和真相 是因为她不能保证 萧和会为了她跟梁校长闹翻 她只能极端的赌一赌 萧和跑到天台时 全身都被汗湿透了 她大声叫着徐灿灿 这还是徐灿灿第一次在萧和脸上 看到这么丰富的表情 原来她也会害怕 徐灿灿咧开嘴对她笑 笑得眼泪一颗一颗的往地上砸 徐灿灿说她再也没办法活在阳光底下了 她心如雷骨似的往前迈了一步 萧和猛的上前 一把扯住她的手 往后一拽 徐灿灿结结实实地摔在萧和怀里 徐灿灿哭晕过去了 萧和在她跟前守了一天 等徐灿灿醒来 萧和郑重其事地告诉她 是纪委过来调查梁校长了 警方也重新对梁子齐进行审查 萧和叫徐灿灿好好休息 这件事很快就能水落石出的 她让徐灿灿相信她 她绝对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伤害徐灿灿的人 徐灿灿当然信萧和有这个实力 所以才不择手段的利用了她 果然 在萧和的帮助下 私密照案件换了一批警察 重新调查 徐灿灿把已经整理好的证据 梁子齐的聊天记录 被偷拍的照片等等 全部打包给了警察 脏东西就应该拉到太阳底下晒晒 让所有人都看看 这到底是有多脏 徐灿灿在警察局 当众播放手机录音 连见多识广的警察们 听到梁子齐恶毒的骂声 也皱起了眉头 梁子齐被抓走之前 在寝室跪着抱住徐灿灿的腿 使劲在地上磕头 说这些图片都被她换了 这对她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梁子齐还说她是徐灿灿的室友 求徐灿灿放过她 徐灿灿把梁子齐往前狠狠的一推 用脚踩在她手上 冷笑着告诉她 自己不是她的室友 自己是这场欺凌事件的原告 梁子齐和梁校长都被带走的那一天 萧和说想跟徐灿灿谈谈 她已经知道 梁子齐和梁校长能那么快绳之以法 是徐灿灿提供的证据 萧和点了一根烟 猛吸了几口 然后笑着问徐灿灿 是不是把她也算计进去了 萧和的鼻音很重 说她看到照片的那一刻 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反应 她担心徐灿灿害怕 她才像个傻逼一样 连夜赶回了学校 徐灿灿心里一致 像炖刀子割肉 不上不下的疼 她嗓子堵得无法开口 只能僵硬的笑着 萧和走了 留下了半截香烟 许灿灿蹲在地上 低头抽着萧和剩下的半截烟 烟味也不是很呛 她就被熏得满脸热意 原来萧和是真的喜欢她 梁子齐和梁校长已经被抓了 让他们付出代价 这就是许灿灿想要的结果 晚上 她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长文 让校园霸凌 滚出学校 这篇文章 在网上得到了很大的共鸣 评论区有一半的人 或多或少都经历了校园暴力 他们说学生时代被欺负 导致她长大后都不自信了 他们说因为胖 每次跑步都要遭挤兑 喝剩的可乐里 被人恶作剧的添加了各种佐料 抹布水粉笔灰拖把水 他们说她觉得校园霸凌是让她不自信的开端 校园霸凌让她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他们说她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好像谁都可以来打她 她就像是全校的敌人一样 看到这里 许灿灿的眼泪扑速速往下掉 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们什么都没做错 许灿灿想告诉他们 如果有一天 他们经历了校园暴力 或者他们看到了校园暴力 希望他们不要选择冷漠或者忍受 他们要勇敢反击 请他们相信 太阳落到污秽的地方 也一样光芒四射 别怕 正义终将来临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不说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